那时门徒们忘了大饼 他们在船上只有一个饼 耶稣便告戒他们说 你们要警醒 提防法利塞人的酵母 和克洛德的酵母 于是他们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大饼 耶稣知道了就说 你们为什么议论你们没有饼呢 你们还是不了解 不明白吗 你们的心还是愚钝的吗 你们有眼看不见 有意听不到吗 你们难道不记得 我把五个饼分级五千人吃 你们收了多少腔剩余的碎块 他们回答说 十二腔 患有 我把七个饼分级四千人吃 又剩下多少蓝的碎块呢 他们回答 七蓝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还不明白吗 没错 谢谢大家 有意义 没有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